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完全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彪白色万金油啦 阿嬷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不和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 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彪在手,全家神队哟 全台各大药局去城市康市每街有贩售 会属城自治第015702号 北市卫药广自治第113040234号 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请预计注意事项 第一手的族心,最有艺术的奉扫 语言是一种艺术 买当公家,有艺术 嗨,大家好,我是来金仙 欢迎收听,报道有艺术 今天报道有艺术给大家讨问的是,怎么说学工啊 以前很难介绍,胡川安教授 学术专专业也是历术,也是中文 他也有些美食的菜 也有些单亲爸爸的菜 可是回过头来,大家很紧张 如果说到三星堆一定会想到他这个古文明 外星人 外星人 是怎么一个历史的教授 可以从这里开始发生那么远 来,胡川安老师,你好 好,金钱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他是博士,很多方面的博士 做一个,现在大家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但是在中文那个教授 在中文那个教授,历史学家 三星堆古文明是什么 几乎是因为他大家才注意到这个议题 对,我就说这个三星堆 为什么要研究三星堆 其实因为我硕士的时候就讨历史 我在台大历史研究所念书 然后那时候我老师是杜振胜 那时候我就想说我要找 因为大家以为的杜振胜 他是研究台湾史,其实不是 他其实是研究中国古代史才当院士 所以他以前像在中央研究院 他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 那他那时候就跟我讲说 他觉得要解构中国 就是要理解中国 你一定要从最早开始研究 那三星堆就三千年前了嘛 那就看到这三星堆 我就觉得以前我们都被教育成炎皇子孙嘛 有没有 就是以前都从皇帝上教下来 可是我想说这三星堆一定不是炎皇子孙了 所以三千年前就有一群不是炎皇子孙人在那边 那我当初就在想说 我想研究他的原因是他怎么被灭亡 他就是被中华文化去殖民嘛 被帝国后来被侵略了以后他被殖民 所以我三星堆的那本书一出来了以后 第一个写书品的竟然是香港大学的陈子伟 他们民主派的 他说他看到那三千年前的三星堆人 就好像现在的香港人一样 他在就是侵略然后消失慢慢不见 所以他就是一个中华文化在一个小的文明 小的国家慢慢被中华文化同化掉的一个故事 那我写那故事其实香港人很有感觉 那我相信台湾人也很有感觉 所以以前杜老师跟我讲的说你学历史 当然你永远找不到相同的历史 但你可以看到历史上的人这些人 那我们现在有什么选择 所以我当初研究这个目的也是想说 要突破以前那种大中华史观 什么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这种假的一个概念 像三星堆古文明 那三千年前 那三千年前 那可以考究的东西也不多 后来又发现了很多东西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他是外星人 我们人说外星人是因为 我们以前都没看过 所以才直接用外星人淘进去 那后来我们发现三星堆之后 三星堆之前都挖到东西 然后他一直延续到中国的战国时代 然后战国时代后来才被请消灭掉 所以他就是说 等于说他是一个文明体系 那我觉得他是东亚大陆的另外一个文明 那很多人问我说 你觉得这个中国考古为什么要到西方去 到了西方去以后 我老师第一个叫我去看那个欧洲的考古 他说罗马你看 罗马帝国有这么多 旁边有这么多不同的文明 那像中国那么大的地方 当然以前也到处都是文明 才不是他们所讲的只有一个起源 什么龙的传人 他以前可能就有几十个不同存在的文明 只是到最后都被中华文化消灭掉 对对对 所以我说即使是中国他们一直现在在强调 那个就是以前到现在都一样嘛 都是中国人 但其实那个概念是现在才创造出来 那我当初就是杜老师也是跟我讲说 你在台湾 因为我们离中国很近 所以你对中国一定要有一套看法 不能有用他们的看法 用他们的看法你就变成他们 那像日本也很多人喜欢中国历史 所以但是日本人发展一套 他们解释中国历史的方法 他才会知道这个离我那么近的文明 我们要怎么去诠释他 我觉得对 这个胡老师当时来说一下 你研究中国 不过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那你是觉得我们之前我们在看中国 还是我们也讨论很多中国历史 因为小时候都被读读 我们就会记得什么黄河经过哪几省 三皇五帝 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在读了历史 我们是炎黄族 其实他不是只有一个历史 他也是好像走进我们的城区里面 思想教育 对如果我说以严格的历史学 以严格的考古学来讲 以前我们那一套课本里面 写的大概都是假的 就是中国没有五千年历史 如果是我们现在真的做考古的 其实中国历史拉不到五千年 但是为了要就是教科书 其实就是一套意识形态 加注在你的身上的 就让你会这么觉得 那老师你去研究三星堆古文明 那以前我们说当然是 听起来是外星人 可是后来你也觉得不是 他是曾经存在的文明 他就是被消灭掉 因为这个朝代的改变 或是就是中国进去以后 就把它消灭掉 他被中国消灭 那你也去四川 北京山东去考古 那是那个地方都有发现三星堆的 没有就是四川当然有三星堆 但是我去那么多地方 是要看同一个时代 那些煞星以前中国 是什么状况 是什么状况 就是三千年前同样四川 也有三星堆 但是河南三东 是什么状况 当时河南就是三王朝 然后他们用的就是顶 看起来就是用来租东的 所以三王朝就是用顶 来当他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说以前天子有九顶 但是你看三星堆 就完全都是用人面相 而且就完全用金子 然后用 其实你看中国三千年前 很少用人面相 他们以前不大把脸露出来 但是所以他就是一个 完全不同的文明体系 那是跟当时在 跟中元王朝是平起平坐 所以做一个历史学家 你还跑来跑去 因为考古学者一定要 那有一些历史学者就是坐在 一个书房里面看文献 但我觉得我喜欢的是 真的去看到这个东西 因为你知道文献这种东西 有时候会被创造 就好像我们现在每天看到的 网络消息都是文字 但其一堆都是假的 但你看司马迁也没有写三星堆 但他一定知道有三星堆 他为什么不写 那就是故意的 所以文字的资料有时候会骗你 但是考古出来的材料 他不会骗你 他就是真的 那文字的东西有可能造假 就是他为了要美化 比如说皇帝为了要干嘛 还有可能是假的 但考古的东西出来反而比较真实一点 好 今天现场方问的是胡川安 我们从三千年前开始谈 是 我们居然从三千以前 不过他叫这个三星堆 这个文化 这个国民 他不是只有说这个历史 他也在结构 我们对中国 我想现在每一个人 中国历史几年 每一个人直接死去 他说五千年 然后皇帝 皇帝 我们老他来 炎黄子孙 你看这思想多恐怖 其实有的人 好像他是台湾人 可是可能还会觉得说 我也是炎黄子孙 因为从小被教育的 他已经赤在我们的 宝贝里面DNA 所以我会说 如果我们不要这一套史冠 我们有没有另外一套 这才是我们要去想的 这个建立一个自己新的 对列宿的看法 就是说史冠 所以其实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你怎么看这段历史 也需要结构他 其实吴老师 好 那我们去结构他之后 我们再来怎么做 对 我会说如果你看像 我记得我说这个时候 杜老师一上台的时候 大家应该还记得 他就把台湾的历史颠倒过来 说把台湾横着放 对 那如果像我因为 有机会跑到那个澳洲 纽西兰 其实那边大家都知道 台湾可能是这个原住民的原乡 所以我们后来提倡了一个叫台湾岛史 就是我们最近在台中 也挖出一个五千年前的台湾人 所以你看五千年前 那不就跟炎黄子孙一样吗 那个叫小来吗 对 然后五千年前 如果这个岛上就有人 那我们其实只是汉人 只是这几百年来到了 这一个岛上的人 他其实也只是这个岛上 曾经有过的人 那以后如果有更多东南亚的新移民 世界来的不同移民 那我们只是研究在这个岛上 来来去去的不同人 那以前有荷兰人来 所以我说台湾岛史 就是以这个岛为主 那我记得我去加拿大读书的时候 我很感动一个 就是他们盖了一个 加拿大文明博物馆 加拿大文明博物馆 它就像一艘船 然后第一层是那个原住民 第二层是英法 第三层是世界来的人 他说这就是加拿大文明 那我觉得我们台湾 那故宫应该把它变成那个 那个台湾历史博物馆的战后馆 你不觉得就是只是台湾 这个台湾这个国民的部分 你就不会被这个 你把这个拉长 你就会觉得 中国也只是我们这个岛的一部分 只是这个岛上人所占的 所有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这是要有一定的史观 你才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我们有很多观念被绑住 是因为大家都卡在 比较中国的史观 但如果像高雄这样说 其实你拉成一个时间的长河 这个桌子里面 他来像台湾来很多人 当然我们也让过客 所以你就不去来说 好像就是铁板一块 就是只有一个故宫 就是一切 其实高雄像你这样去结构 他就能看到所有的方式 变得多有弹性 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定义 可是像这样子到 我觉得再来要介绍他一点 他不是只有想 跟提出看法 胡川安教授 他本身又推动了一个 一个牡丹色事件 你说那是百五年前 今年2024年 今年就是牡丹色事件 150周年 今年我找到田大学 邀请我去演讲 日本人对这个很有兴趣 日本人叫牡丹色事件 叫什么你知道吗 叫什么 叫台湾出兵 什么叫做台湾出兵 台湾出兵就是你知道 明治维新是186几年 那1874年就是牡丹色事件 他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 第一次海外出兵 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 所以日本每一个都把这个 当成非常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 因为他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要扩张 所以他们就在选说 我要征韩 还是要打清国 还是要打台湾 对 所以我就说 他们后来就选择了一个 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叫李仙德 李仙德就是如果你看去年 前几年看傀儡花 有没有看斯卡罗 里面那一个跟蝶妹在那个谈恋爱 那个外国人 那个李仙德非常厉害 他来到台湾 就是他本来是厦门的总领事 来到台湾以后 他自己冲进那个牡丹社去跟他们谈判 然后结果后来他又跑去哪 他又跑去了日本 他跑去日本的故事 变成后来好莱坞的最后的武士 然后他就是跟日本政府讲 台湾这一块 你们一定要把他占领下来 所以就是说 我说当时我们在看这个牡丹社事件 他其实不是只是原住民的事件 他是一个世界史的事件 而且他甚至 我说我们要怎么去看 他就是一个台湾进入近代世界的一个体系 那只是说当初为什么 我就是当初文化部有一个历史场地在照 然后牡丹的案子 我是主持人 然后我就发现 当初日本人在牡丹社事件的时候 砍下了12颗人头 我就从文献看到了其中的四颗 那那四颗就是 他就是后来辗转到了爱丁堡大学 因为当初西乡重道就带兵了 他上岸的地点就在现在屏东的海参馆 那个地方上岸 海参馆 吊塔好细 那里还有北 现在你可以去看 激战了以后牡丹人输了 然后他们就砍下了12颗人头 当时那个因为日本没有军舰 他们是坐美国军舰来的 然后上面有美国军衣 当时他们对这个人头很有兴趣 所以他们就有四个带到了北海道 去北海道 因为当时有很多美国的就是医生 他们去研究 然后但是最有趣 为什么他会到那个人骨会漂流到爱丁堡大学 对哦 对那就是后来我发现爱丁堡大学的校长 就是190几年 他叫Wayden Turner 他写了一篇医学论文 他就把这个故事就写 他就说后来有一个John Anderson 他是动物学家 是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 他跑去印度当那个博物馆的馆长 然后他又有机会到了北海道 人家把这十颗人头送给他 然后他就再带回印度 再带回送回去给爱丁堡大学 但是这是他 因为那爱丁堡大学的校长 是个解剖学教授 那解剖学教授写的论文 他在研究这四颗人头 那就是我们要有证据说 这四颗是从台湾去的 但是我后来我们就 我们就说这是你们自己的校长写的 而且是解剖学教授写的论文 应该不会错 就用这个东西 去跟他们提出返还 返还 对行人 对行人 但是爱丁堡大学 毕竟是世界知名的学校 他觉得这种以前 因为现在国际已经有个共识 人头人骨 所有人类的我们这种human remain human remain都不能够公开展示 对 因为上个世纪有那种种族优生 那个就是说 以前为什么西方人对人头那么有兴趣 他们就是觉得我量你 好像爱丁堡会量出六百多种 在记录人头的方法 意思是说 我如果量出来就是说 你西方人比较优秀 那种亚洲人原住民比较劣等 我就可以用这一套科学 来证明你们是该被统治 或是这种种族优生论 那这种到纳粹的时候就最严重 所以后来这一套科学就被抛弃了 所以后来所有有关于人头 人骨的收藏都被禁止 所以那个事情像我们当初去年去爱丁堡的时候 那像BBC啊 所有东西都来就是访问就是这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有国际高度的事情 就假设 我曾经有过这个 但是我知道我历史上的问题 我就把它返回回去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也一直在讲说 历史正义的问题 因为就是你也谁也不想要我家的族 我家的人被头砍了 拿去做研究 哇来 他们是跟他学生 其实最后他要执行到说 我们要把那四颗 这个牡丹人的头 虽然他是没有展示 但是他也应该回家了 他现在已经在南科考古馆 已经回到南科考古馆 胡川安教授 他还有出书 这流动的日本味 饺子与味增 为什么从三星堆古文明 到去研究爱丁堡 偷四个我们牡丹人的人头回来 回过头来 是怎么一本还可以生到饺子与味增 其实我出了第一本书 就是这本料理 叫何时古早的味 然后当时 这本书后来还有简体版 还有韩文版 还有好几种语文的版本 那我也在想说 因为我会说 因为我喜欢吃东西 当然我说每个人都爱吃 但是说我爱吃会把 我对于食物的东西 对于食物的想法去写出来 因为我觉得 现在太多那种美食部落客 他们都没有讲出一个 食物后面的一个精神 对那我说我写这个 其实是给台湾人看的 日本料理文化 那我当初想写的原因 就是想说 因为我是研究 我以前读人类学 人类学最主要就是 像除了考古以外 还有在研究人类的文化 所以我说饮食 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 那我是用文化的角度 去看吃这一件事情 就好像为什么 我就说 日本跟我们吃饭最不一样的是 它有筷子 但是它又有用手 那我就说它喜欢吃生的 像我们喜欢吃热的 所以就是说 这就是一种文化上面概念的不同 那像我说饺子与味噌 我其实像那个饺子 就是传进日本的东西 大家如果去中间吃饺子 台湾人应该都会去吃一间 叫新增味 对对对 就是在时代 时代使民用探机来赞助台独运动 但是为什么使民当初要开饺子店跟大卤面 那都不是日本的东西 对 因为日本人去那个二次世界大战 去侵略中国的以后 他们习惯吃中国北方这些面食 所以他们本来日本不大吃这些 像中国这些饺子跟味噌 但是他因为大量的人去了中国以后 他回来会有点想念 然后所以你如果台湾人 你如果去吃新增味 有一点会不大习惯 因为跟我们在台湾吃的饺子 跟味道不一样 有些人也觉得不是很好 但是这就是文化 那个使民做出来的是 日本人很喜欢吃的 这种大卤面 所以使民很会赚钱的原因 在于是他知道日本喜欢什么 而且他选择了一个开这个面店 那你看日本本来不吃 像你看这些饺子也是 拉面本来也不是日本的 但你看拉面现在变成 全世界都把它当成日本的一部分 所以我说日本很厉害的一个部分 就是他会把所有其他文化的东西吸进来 再把它放出去 所以像我写这些吃的东西 我其实在写文化上的概念 比如说我第一篇是写猪排饭 猪排饭 你大家有去过日本都可以知道 人家日本人叫他叫洋食 洋食是西洋食物的意思 可是我在西方住那么久 从来没看过这个 这个好问题 对 但是我说后来我在想说 大家在吃猪排饭 你主食是什么 猪排饭还是饭嘛 对 那是日本人为了要习惯吃排餐 然后就是因为老一辈的人 没吃饭 哪是没吃饭 你如果只他给他一块猪排 他会觉得 这都吃饭而已 他一定要有一碗饭 而且大家有没有想到 如果你吃排餐 他不会切成一块一块的 是你要自己切 对 但是猪排饭 为什么要切成一块一块的 为了方便筷子使用 所以他就是日本为了要习惯 吃猪排这一件事 把它变成猪排饭 然后你拿着饭 好像有吃到饭 有饱的感觉 然后你又用筷子夹 所以你看他是一个 西方文化进入日本以后 他吸收了以后 再把它 你看现在变成 来到台湾也到处都猪排饭 所以日本文化有一部分 很容易擅长去把 别人的东西吸进来 再把它创造出来 那像拉面 饺子都这样 像我之前 对 我也是去英国 我才发现 那个伦敦也有饺子店 那个巴黎也有饺子店 那都是日本的 那个一部分的文化过去 所以我说文化的东西 是流动的 就是他就像 我为什么叫流动的日本味 就是一个东西 它会一直变 一直变 但你看这个东西 如果你用文化的角度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来源 但而且我觉得 我最喜欢就是 它到日本 变成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讲历史 有时候很习惯去讲一个什么 这东西哪里来的 我觉得哪里来的不重要 结果有人会说 台湾都是中国来的 我说那不要再讨论这个 人类所有都从东非来的 但我反而比较喜欢什么 它落地以后 它长成什么样子 我觉得胡教授说这个 我感觉也很惭愧 因为 开始日本就叫他叫洋食 有时候 那我们都不会想说 他怎么叫洋食 我想还可能用炸的 排餐的概念 可是他这个 怎么把他在地化 变成日本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 他就充分的解释出来 就是说我们说 我来到现在日式咖哩 日式咖哩跟印度咖哩 大家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啥 你知道吗 它比较甜嘛 比较粘稠嘛 那里面就加了 最重要有三个叫做 那个洋葱 马铃薯跟胡萝卜 但是这个东西 为什么日本要 日本要加进去 我后来就去看 它跟北海道的开拓有关 什么啦 真的啦 大家如果去北海道大学 北海道大学有一个外国人 他就指着那个 那你知道北海道 本来不是日本人嘛 对那后来是 因为日本也是去殖民嘛 但当初日本就在想说 那个北海道要种什么 总不能再种米 米种不下去了 他就找克拉克博士 就是美国的农学博专家 他就在那边种高冷的 像这些东西 而且所以大家去北海道 为什么 它的古养最好喝啦 都是这些 美国美式的这一种东西 但是他像那种 马铃薯种胡萝卜 洋葱种出来以后 发现日本人人不吃 因为他们不习惯 他种东西盛产的时候 你看我们政府会做什么 给军人吃 对对 大家都阿兵哥 加菜了 对那为什么会变成日式咖喱 你知道日本人买东西 因为海军嘛 因为他们海军就全学英国式的 全学英国式的 所以他们连英国人海军也吃咖喱 为什么海军要吃咖喱 因为他们都礼拜五吃 他在海上航行太久 怕没有时间感 所以礼拜五就会给他吃一顿咖喱 那后来日本人就想说把这个东西加进他们的 那个海 咖喱里面 他就会变成日式咖喱 所以你现在只要去横须贺 左士堡 或五这种大的军港 他们路上每一个都在卖咖喱 所以就是说你看 就是说我喜欢从一个那种 就咖喱这个故事去了解到 背后 他后面很多文化跟历史的关系 好我还是要请问一下 因为我好喜欢吃咖喱 而且我去日本时 我有看过一个报导 他说日本人的咖喱的食用量 仅次于印度 以世界第一排名 多爱 可是会不会什么 被溜好 放胡萝卜跟马铃薯 这个我现在了解 这个洋葱 那为什么会甜甜的 要煮很久 日式咖喱 为什么你要熬好几个小时 它那个煮久的那个甜味 就会释放出来 而且印度咖喱就是水水的嘛 对不对 对 印度咖喱通常只有鸡肉了 不会有那么多肉放进去了 那日本什么都有 对 而且我里面还写到跟那个 日式咖喱会红 后来跟板几百货有关系 是真的吗 因为日本现在不是有复合式 供购的那个铁路 就是有百货 就是铁路上面就是 对对对 它是第一个 然后他们后来就是在那边卖 日式咖喱 然后大量就卖的很便宜 对那你知道后来日式咖喱 反而便宜 在印度咖喱反而变贵了 这样子 因为印度咖喱 我里面写了有趣的故事 你知道 有个印度独立的领袖 哎呦呦呦 在新处后来 中春屋 中春屋嘛 对对对 外面去吃 他就写日本纯正印度咖喱 但是他就是一个印度独立领袖 对因为没有成功嘛 逃到日本去 然后独立领袖 除了最爱革命还爱什么 爱咖喱 爱咖喱 所以他后来就看上中春屋 已经到的 男子女嘛 然后就结婚 但是他没有钱 只能隐身相许 跟送印度咖喱的配方 对对对 那你有中春屋 西宿三丁目嘛 从三千年前讲到咖喱 三千多的古文明 然后来到 那个 我们的那个 牡丹人的 人头返还 那是在爱丁堡 那来到了 现在说日本的咖喱 我请教说 做一个人 因为我们现在人 都寿命都比较长 大家都很想要 多少培养一些 兴趣 嗜好 没关系 什么东西 你是怎么样 让自己这么斜杠的 我就喜欢各式各样的东西 而且我对很多东西 是有敏感的 比如说 当牡丹那个东西 一开始就觉得 我这个觉得 这里面应该有故事 那我 因为我喜欢故事 就是说我喜欢 背后的这些东西的 一个一个的故事 所以我会追故事 然后把它整理起来 然后再用自己的方法 去讲出来 那我觉得就都是 每一个线索都是 比如说连吃饭 我会想说 这到底为什么 就比如说 像洋食 那我想说西洋 没有这个 然后就去找这个线索 然后像我看铁板烧 也是 我就会 因为我这个人 很喜欢到处乱看 然后就在洋食 我在日本的饭店 又写是西洋料理 然后但是你到 你就到了美国 他又是那个 又是红花 他又是 他又觉得日本来 所以我就 慢慢的就是把 想说 这为什么两个地方 会不一样 然后就会把一个一个 线索找出来 那我觉得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就是 看到这些线索 你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的故事 那我现在跳出我们的访问大纲 偷袭一下 那你觉得最能代表台湾吃的东西是什么 鲁肉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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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鲁肉饭 就是我四月底才跟那个 哈佛台北书院的学生讲 因为他们要来台湾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台北 台湾食物 那你知道卤肉饭 它基本上 在台湾是原生的 就是它很多东西 我们都说它是可能外来的 但卤肉饭应该是我们自己创造 可是卤肉饭 如果没有日本统治 又不可能产生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都吃再来米 再来米 但是卤肉饭 你一定要用蓬莱米 那蓬莱米又是日本改造以后 那卤肉饭 你那个饭力又不能太软 有没有 那你要刚好饱满 那蓬莱米刚好符合这一种 那用滴吧 这种 我说卤肉饭大部分都是 比较边边角的肉 该不宜吧 那这种又代表台湾人 情节俭的一种象征 就是你才会利用这个肉 所以我觉得你看 光是一个卤肉饭 虽然台湾创造 它又结合了这种台湾跟日本 还有不同的文化 对 它又不是全部存量外来的这些东西 但是它只有在这一块土地才长得出来 那我就最喜欢就是因为不同的人到了台湾 它创造出了一个新东西 那这些新东西就可以代表台湾 因为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子 我们都从不同地方来 或是我们身上有不同的文化 我们在这一块土地因为我们相遇 才创造新的东西 对 我觉得说的肉饭饭 这真的是最大公约数 对 我刚才郭老师 在后边有一个历史 背景应该有很强的关系 因为你可以去连结 而且我把它落实在生活中 我没有想说一定是纸上的 但我是觉得就是说 生活当中每一个东西都会是历史的一部分 所以每一个东西都可以找到 有趣的故事 像现在 当然有人说要严肃转行正义 我们的历史很多都被曲解 可是他说是生活当中 我们本来就能去看 你看得懂 其实看得懂正义就会出现了 对 看无才有正义 看无就是对人说 而且要引导他们看 要引导他们看到这个才重要 因为本来他们没有看到 但是你看到 那你又不能一开始说 你看不懂 你要慢慢的 把他们的目光带向那里 然后再慢慢的一步一步下去 这我觉得才是一个方法 因为你除了看得到 你还要引导别人看 那要有一种方式 对 你又不能一开始说 你怎么那么看不懂 对 那不行 那人家就不会信你了 对 所以我说通常我都是用一个故事 去跟他们讲 像前几年 我在说 我要把人头带回来 每个人都说 你又 你又都在乱讲话 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我讲话很荒谬 以前我研究外星人 然后他说 你那个 我是真的研究啊 然后他是说 那我说要把人头带回来 结果每个人都觉得 你就真的回来了 对 所以我是说 你要引导人 然后要有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做事的步骤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处理事情的方法 好 今天好问的是 我们讲他是历史学家 其实他也是 在中文那里 在教授 其实他还有一个很 让人家觉得很尊敬的 很敬佩的心愤 他也主持了一个基金会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会再找时间 再来请问这个胡川老师 今天谢谢你接受访问 对下你 谢谢金钱姐 谢谢各位听众 各个无意书 最精彩的流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各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